一方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技术改进这方面 技术改进的话就是 绝大多数都是可靠性提升和元器件的 火产化和自主可控 这些改进都在相应的其他型号 进行了一个先期的应用和验证 所以说与15火箭相比 我们食欲上的技术状态变化 绝大多数都是可靠性提升 然后其次就是运的能力提升了100公斤 随着飞行子样的积累 对一些参数的偏差认识更加准确 同时我们有一些制造工艺的改进 比如说焊接工艺 用脚搬摩擦焊 然后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一些改进和提升 使我们这个运载能力提升了约100公斤